9月21日,据官方媒体消息,北电学生赵维贤已经被刑拘,事情的结果正在向大家期待的方向发展。 随后在9月22日,赵维贤的议考老师杜英哲也被传出已经被刑拘的消息,两人前后纷纷被刑拘。 目前,事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,不少官媒也出面转发两人被刑拘的内容。 很多网友在看到这个消息后,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达个人看法,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。 赵维贤和其议考老师杜英哲也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。 9月19日的时候,北电女学生石子仪曾实名举报知名议考机构校长杜英哲的各种恶行。 对方直言,南方在15年的时间内,曾致使数百名未成年女学生受害。 该消息传出之后,当时让不少网友吃惊。 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艺人也出面力挺受害女性,并希望事情真相能够早日公布于众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遭到几十名学生举报后,杜英哲还为自己辩解。 直言自己的初心是好的,只是用错了方法,对此大家怎么看?